当周和仕途两人从雪猎风离开时 星红恶狼背上已经挤满了雪晶 而周和和苏桓已经只能无奈盘坐在 星红恶狼货车车头大小的大脑袋上赶路 两大十七小整整十九只雪晶 这些雪晶全都在阴影假面的能力下昏睡 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 周和带着苏桓一共端掉了三个雪晶家庭 不过在捕获第二个雪晶家庭时 竟然运气差碰到了一头突破种族桎梏 达到超级恐怖种层次的大雪晶 那头大雪晶最后卷跑了四只雪晶 让周和的收获大减 索性第三个雪晶家庭同样被周和一锅端 这才让周和到达了预期的收获 原本他还准备最后捕获一个雪晶家庭再收手 只是惹来了雪晶们的好朋友 雪猎风的霸主一头完全漆 两头成熟漆的领寒雪怪 这才临时收手 领寒雪怪们带着大群寒烈雪怪来势汹汹 想要抢回他们的伙伴 可怜的雪晶们 不过 在熔岩暴龙的强势火系能积压制下 三头被熔岩暴龙霸道火系能力 所克制的兵系领寒雪怪 纷纷受伤被击退 最终解救雪晶行动 无功而返 反而各个带伤 不过和雪猎风的霸主大战一场后 周和当即决定快速离开雪猎风 以免引来更大的危机 尽管苏桓有些不舍那些可爱的雪晶 但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老师离开了雪猎风 离开雪猎风后 星红恶狼一路马不停蹄地翻越 剩下的七八座高峰 当翻过最后一座高峰 在山腰处眺望 一片广阔道看不到尽头的大地 出现在苏桓面前 一股不带任何燥热的温暖春风吹拂迎面吹来 让苏桓真切感受到 亚山和灰野荒原气候的不同 这就是外界的春天吗 苏桓感受着温暖的风 不由喃喃自语 周和健壮笑道 徒儿 欢迎来到气候宜人的亚山半岛西南沿海区域 海 苏桓面路不解 任何有基础地理常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海 苏桓自然也知道 尽管灰野荒原并没有这种区域存在 地理学上将四面都有陆地包围的区域称之为湖 而在大陆之外 与大陆相连接的无垠咸水水域才能被称之为海 而包围亚山半岛的这片水域 显然符合四面都被陆地包围的定义 按照地理常识应该是湖才对 周和笑着解释道 确实算是湖 但也是海 你从翡翠大地区的地图上就能看出这片湖极为广阔 足足是亚山半岛的数十倍 而且和海洋一样都是咸水水域 这种介于湖与海之间的广阔咸水水域 在地理上被称之为湖海 而亚山半岛临近的这片湖海 名为亚湖海 文言 苏桓面路了然 同时也对外界不同于灰野荒原常识的各种知识 产生了极大兴趣 当星红恶狼在这周和师徒 走下千峰岭最后一座高峰绝岭峰的山脚 便意味着他们真正穿过了千峰岭 让苏桓颇为诧异的是 在距离绝岭峰不远处 竟然有一座显然是人造的军用公式 那是一座规模较之黑灯堡的少界塔 少界岗 无论是规模上 还是坚固程度上都要超出不少的军事堡垒 在军用望远镜中 苏桓甚至能看到军事堡垒 无数争鸣的黑色炮口 枪孔 当星红恶狼朝那个方向走去 位于千米外的军事堡垒 竟然远远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那尖锐的声音穿透力极强 连千米外的苏桓 都被这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 这是做什么 苏桓眯眯起了眼睛 露出一抹危险的神情 手指倾抚在火之御手戒指上 随时准备召唤龙蛇西出来战斗 显然是将那阵警报声和军事堡垒 朝他们移转过来的枪孔炮口 当成了对他和老师的敌意和挑衅 周和摆了摆手笑道 不要紧张徒儿 那是这块区域的大型聚集地 为了监控千锋岭这处险地 专门设立的观察点 应该是把星红恶狼 当成了从千锋岭中走出的野生恐怖种 等我们表明来以后 他们就会消除警戒 星红恶狼还在往前走 只是放缓了脚步 这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敌意的表现 没多久 一阵嗡嗡嗡的声音远远传来 一架有着黑色涂层的机器 摆动着螺旋叶片 快速朝星红恶狼飞来 侦察无人机 苏桓出声道 这东西在黑灯堡很罕见 周和微微点头 不动声色地张开了精神立场 侦察无人机可不仅仅只能用来侦察 军用的无人机通常都加装了火力模块 无人机很快飞到星红恶狼鞋上空 探头不断观察着下方 周和拿出一块拳头大小 有着繁星和流光花纹的纯金色精致徽章 对着无人机摆了摆展示 高声道 我是刘金城御师协会 注册职业级御师 无人机飞进了鞋 探头不断扫射着那块徽章 似乎在合适身份 随后无人机便悬停在了 星红恶狼的鞋上空三四十米处 片刻过后 远处军事堡垒传来的刺耳警报声 顿时消失 很快便有几个黑影 从堡垒方向远远赶来 那是几个乘骑着御宠坐骑 身穿迷彩作战服的身影 为首的中年军人 在距离星红恶狼十米远外 乐停了坐骑 跳下坐骑 被星红恶狼背上的周和 进了一个军礼后 颇为恭敬道 刘金城的阁下 我们是红坐镇 纪五妖军事观察点的 指手御师 文言 苏桓打量了说话的人几眼 经过这些天老式的不断科普 苏桓对外界的情况 有了最基本的了解 何辉也荒原一样 亚山半岛的聚集地文明 同样也分为中 小型聚集地 以及之上的大型 特大型 以及刘金城这种超大型聚集地 不过何辉也荒原五花八门的命名不同 亚山半岛的聚集地命名 有较为严谨的命名方式 首先是最高层次的城市级 只有超大型聚集地 能够在名字后面 冠以成的称谓 而在辉也荒原 这个后缀属于特大型聚集地 甚至一些大型聚集地 如铁针城堵脸上贴金 自称为铁针城 在亚山半岛 特大型聚集地的后缀 则是城镇 至于如黑灯聚集地 这种大型聚集地 后缀则是镇 这人说它来自红作镇 那就代表红作镇 只是一个上万人规模的大型聚集地 嗯 我记得千锋岭外的军事观察堡垒 只起到对千锋岭危险生物族群的监察作用 你们又是拉响警报 又是出动无人机 甚至亲自赶过来 来意识什么 周和面无表情地问道 而新红恶狼明显感受到了主人的不悦 打了个响鼻 一股恶习能量烟雾 像黑色火焰般窜起老高 将几名红作镇的军人吓了一跳 连带他们的狱宠坐骑都神情惊恐 红作镇的军人 尽管同样也是御师 但实力顶多也就高段御徒的样子 坐下御宠 尽管苏环没见过 但感受气息也就高级危险种的层次 面对新红恶狼实在是亚历山大 不过好歹 他常年坐镇军事观察点 见过不少出入千锋岭的职业级御师 也算是见多识广 很快便稳定的情绪 恭敬道 请阁下见谅 是我们的观察员 看到到您的狱宠朝观察点来 这才误判 我们来的目的绝对不是阻碍你们通行 而是有事相求 什么事 说说看 周和平淡地问道 我想询问一下 阁下的血精脉吗 一旁的苏环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些家伙 是为血精而来 周和则面露好奇问道 据我所知 你们红作镇 根本没有正式的御师协会 怎么也收过其血精来了 中年御师见对方语气缓和 大喜过望 连忙解释道 阁下您有所不知 我们红作镇 确实只有地方成立的御师协会分会 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御师协会 但我们的上级 聚集地铁火工业城 却在大量收购血精 收购价不会让您失望 文言 周和面露沉吟 而苏环一听 顿时觉得铁火工业城这个名字 似乎有些耳熟 沉吟了一小话 周和开口道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 这些血精是流经成御师协会发布的委托 在红作镇中年军人失望的表情中 周和接着道 不过 我可以考虑一下 周和顿时感觉峰回路转 连忙从怀中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片道 血精毕竟是昂贵罕见的珍宝 阁下确实该考虑 交易给哪方的御师协会 这里是我的通讯器号码 如果阁下有意向 可以随时联系我 周和不置可否地 收起了那张纸片 距离上次离开亚山 已经过去两年 周和有意了解一些亚山地区最新的情况 也就和中年军人攀谈了几句 星红恶狼迈动脚步 而中年军人则策动坐骑 一步一驱地跟着 和周和介绍着这段时间的实施情况 不过大都是周围地区的 毕竟整个亚山地区太过广阔 而苏桓也终于想起来 从哪里听说过铁火工业城的名字 赫然是在自己初次从黑灯堡出发 前往灰熊灵时 张成在整理武器时 无意见所说的那句话 仿制铁火工业城的铁锤火箭筒 事后 对铁火工业城这个像是地名的名词 有些好奇地苏桓问了一嘴 得知这是一个远在灰野荒原之外的大势力 以强悍的工业制造能力著称 黑灯堡的很多工业产品 军火都是仿制铁火工业城的 不过铁火工业城具体在哪 这些见多识广 但从未踏足外界的黑灯境位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看了一眼还悬停在半空中 十分灵巧的侦察无人机 苏桓不有感叹 不愧是能和刘金城相媲美的 超大型聚集地铁火工业城 工业方面的实力确实雄厚 侦察无人机在黑灯堡虽然罕见 但也有 通常被分配给作战部队 不过 那些无人机 无论是飞行速度 还是灵活性能 都要相差面前这个甚多 这个所谓的红座镇 既然自称是铁火工业城的下辖聚集地 在这些尖端的军工武器方面 自然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过哪怕再先进的无人机 恐怕也比不上一头恐怖种层次的侦察型御宠 甚至连超级危险种 顶级危险种也绝难媲美 很快 周和驶过了红座镇的军事观察堡垒 来自军事观察点的御师 也和周和师徒告辞 新红恶狼再次启程 按照原定计划 直奔这片区域的大势力 流金城而去 流金城坐落于两条大型河流的交汇处 这是两条分别从南北 东西方向贯穿亚山半岛西南沿海区域的大河 在亚南疆 塞亭和这两条在亚山半岛 也颇具名气的大河交汇处 形成的冲击平原 经络平原上 坐落着一座 有上千年历史的繁华城市 流金城 拥有近百万人口的超大型聚集地流金城 比起苏桓见过的任何聚集地 都要繁华得多 当苏桓看着远处像一头巨兽 安静匍匐在大地上的流金城 不由新神机新号新号 尽管在旧日龙扁的时代记忆中 比流金城还要大上十倍 百倍的城市覆灭的场景 他也无数次见过 但在现实中 看见这样一座雄伟的巨城 还是头一次 单单是流金城的城墙 就有不下五十米高 哪怕在庞大的恐怖中 估计也很难在高度上 超过这一圈城墙 苏桓乘起在龙蛇溪的背上 跟在老师的星红恶狼身后 沿着流金城外极为宽阔的道路 朝流金城走去 从G51军事观察堡垒 到流金城的这一路上 苏桓最大的感慨便是 这里的道路实在是好的惊人 公路随处可见 四通八达 而苏桓就是跟着周和沿着公路 一路风驰电撤赶到了流金城 期间也花费了两天时间 足足赶了五六千公里的路 只是一路上 老师周和都紧锁着眉头 仿佛有什么忧心的事情 当接近流金城后 早就看出老师不对劲的苏桓 终于问出口 周和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解释道 徒儿 你没发现这一路上 公路上根本没什么车辆吗 苏桓纳闷道 老师 我们灰野荒原上的公路 不都是这样荒凉吗 周和却摇头道 不 不一样 以往外界的公路上的车辆 是络绎不绝的 而且以前 在通往流金城的大道两旁 全都是成片的田地 在距离流金城一二十公里的范围内 这种类似于黑灯堡种植园的田地 随处可见 只是和我们的种植园不同的是 这些田地根本没有多少安保警戒人员 也没有任何危险生物的痕迹 因为在接近流金城五十公里范围内 危险生物几乎绝迹 那些农夫能放心耕种 苏桓听着暗暗惊心 流金城能让大规模的危险生物族群 不敢靠近五十公里范围内 还在他能理解的范畴 但要让零星的危险生物也绝技 让普通人都能够在城外安心耕种经营 这需要的力量和底蕴 超乎想象 老师面露追思继续道 我记得那时 微风吹过 那些田地里 麦子和稻碎就像波浪般起伏 连成一片金色的麦海 稻海 而且城外的车辆 来往的旅人 也是络绎不绝 现在你看 连个鬼影都没有 现在这还只是黄昏时分 以前就算深夜 城外也是灯火通明 人潮如知的 苏桓朝四周打量 确实发现 老师口中的稻田卖田 好像都不存在 入目所见的只有荒地 以及成片像是经历过什么大战式的焦土 而且周围也没什么人影 恐怕是经历了灾潮 苏桓有心提醒老师 半年后朝灾将至 此事有了由头 他当即若有所指地说了一句 文言周和哑然是笑道 徒儿 你有所不知 和我们灰野荒原不一样 外界已经数百年 没出现过灾潮聚集 冲击人类聚集地的事情 那可不一定 这些胶痕看起来 就像是战争留下的痕迹 苏桓悠悠说了一句 周和倾笑一声 没再说什么 只是眼中依然透露出疑惑 并让星红恶狼加快了步子 很快 两人来到了刘京城的城门前 哪怕以星红恶狼的体型 站在超过50米高的城墙下 依然显得渺小 而此时 周和的神情更加疑惑 巨大的城墙上 竟然布满了破损 列文已经烟熏火燎般的痕迹 看起来真像是苏桓所说的 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一般 而以往数十米宽 常年大开的城门 此时竟然也完全关闭 只留了一道 能容纳两辆车并排通过 四五米高的小门 而小门前 零星的几十个人 排成一条稀稀拉拉队伍 正在接受城门的守卫检查 等待入城 完全不负他记忆里的繁华景象 他还记得多年前 那时他外出归来深夜入城 城门下也是熙熙攘攘 数百近千人和大量的运输车辆 等待着进城 我不在的这两年 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和依然无法相信 数百年灾潮都未出现过的外界 在他离开的这两年里 就出现了能让刘金城 萧条成这样的灾潮 城门外稀稀拉拉等待 城门守卫检查进城的几十个人 绝大多数身旁都跟着狱宠 看起来都是狱师 而那些正在例行检查的守卫 除开鹤枪实弹的士兵 同样有不下实名 带着狱宠的御师 这一幕倒是让苏桓颇为讶异 在灰野荒原难得一见的御师 在这里似乎变得极为常见了起来 不过周和的到来 还是引起了一阵喧哗 似着是完全气得刺激恐怖种 星红恶狼 是职业级御师 好像是个生面孔 我在御师协会没见过 那头星红恶狼 被上白花花的是什么 哇靠 全都是雪晶 周围正等待入城的 刘金城御师们 看到走近的星红恶狼 一阵低语 哪怕看到雪晶后面 陆金戎也不敢惊呼出声 不过讨论的内容 都是星红恶狼和雪晶 龙蛇西直接被他们无视 毕竟人群中 气息不在龙蛇西之下 甚至超过龙蛇西的御宠 就有好几头 尽管这些人的声音压得很低 生怕引起老师的敌意 但苏桓 还是能将他们的交谈 一字不落地听清 看起来恐怖种和职业级御师 在刘金城应该也不算太常见 而这阵骚乱和喧哗 也引起了城门守卫的注意 一名身着暗金色 刘金城制式作战服的金翰青年 带着一头猛兽类御宠 快步走出城门 走到周和面前 神情略带敬意 但却以平等沟通的语气道 阁下 您是我们刘金城御师 我是刘金城御师协会 再测职业级御师 周和将那块象征着身份的徽章 再次拿出 青年御师打量了那块徽章几眼 态度依然恭敬 但语气坚决道 阁下 如果是以前 凭借这块徽章证明 您就可以入城 但现在刘金城刚经历一场巨大的灾潮 哪怕是协会的在策御师 也必须要刘金城执政会下属的 居民管理局开具的身份证明 或者有刘金城本土的职业级御师担保 否则 我无权让您进城 什么 周和听到青年这番话 中间那句刚经历一场巨大的灾潮后 神情一变 在愤怒下质问他 毕竟对方可是职业级的存在 他们南城守卫军 可没有职业级作证 对方要是一怒之下干掉他 哪怕事后付出惨痛代价 但也无法救活他这个死人 他连忙低下头诚肯道 阁下 这是刘金城执政会的命令 如果阁下在刘金城 有相熟的职业级御师 我可以替阁下通道 周和此时神情已经恢复如常 他并不想为难对方 毕竟对方也是公事公办 态度更是始终十分恭敬 正当他想配合 爆出一个人名 让对方代为通报时 一个清脆的声音远远传来 不必了 我来做他的担保人 一阵狂风忽然席卷城门处 狂风中裹挟着强烈的威压 那是一头一盏 恐怕超过二十米的剧情 从天而降 剧情浑身有些青涩如玉般的羽毛 围语十分修长 接近整个身体的五分之三 而伯梗同样修长 脑袋上有着一个暗青色羽观 在黄昏的余晖下 闪烁着青涩光芒 超级恐怖种 清玉风乱 是玉礼士的玉宠 城门前的众人一阵喧哗 言语中透露着敬畏之情 而那名金汉青年 更是快步朝剧情降落的方向而去 一个面容娇好 黑色披风包裹着 丰满身材的长发女人 从剧情背上一跃而下 她落地后随手一挥 剧情变化为一束青涩流光 被她收回了玉影空间中 而作为城门守卫的金汉青年 则恭敬 站在女人身前几米外 进了一个军礼 玉指挥 我做她的担保人 快办理入城 别担当我时间 表情冰冷的女人 对着青年微微点头 冷冷的 是 金汉青年连忙翻身爬上玉宠背部 侧动玉宠朝城门赶去 为周和办理入城手续 冰冷女人走向周和 面若冰霜的脸上 挤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道 周和 很久没见了 是啊 玉玲红 我刚刚听那人叫你玉指挥 你不是在御师协会任职吗 还加入刘京城军方了 周和也打了声招呼 并好奇问道 外表看起来和老师年龄相仿 都是三十岁出头 但实际年龄 却无从深究的女人 露出一抹无奈的表情道 还不是因为这场灾潮 不光是我 御师协会所有职业级御师 几乎全都临时 被编入了军方 加入了灾潮防御战 我作为御师协会理事之一 当然也无法避免 文言 周和有种不妙的预感 家众语气疑惑问道 什么在朝 先进城 慢慢说 玉灵红看到城门守卫那边 似乎已经办好了入城手续 正在朝周和这边招手 淡淡道 跟着玉灵红 周和师徒根本没有排队 就进了城 还各自 获得了一份临时身份证明文件 而那些还在老老实实 排队进城的御师 却并没有什么不满 反倒觉得理所当然 这是职业级御师的特权 这是你新收的弟子 怎么这次没带白素素那个小姑娘 顺利进了城后 玉灵红看着跟在周和身后的苏桓 好奇问道 苏桓 我去年刚收的徒弟 是个既有天赋 有足够勤奋的小家伙 这次我是有试过来 并非专门出来锻炼弟子 所以白素素没跟来 别说这些了 给我说说刘京城灾巢的事情 我们那边也刚刚经历过灾巢 说着 周和眼中有些阴霾 玉灵红一听这话正色道 大概是两个月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巢 席卷了整个亚山半岛 我们刘京城首当其冲 承受了一场 数百年不遇的强烈灾巢冲击 两个月前 席卷整个亚山半岛 周和面色一宁 和亚山半岛几乎隔绝的 灰野荒原上 各个集聚地都经历的灾巢 同样也发生在两个月前 要说这二者之间没有联系 周和怎么也不会信 玉灵红显然没看出周和的想法 点了点头接着道 没错 上百万的灾巢 将整个刘京城团团围困 不说恐怖种 光是噩梦种的数量 都超过了二十头 单单就连炎裂谷那一头噩梦种 就让老师周和都忌惮不已 不愿招惹 面对超过二十头噩梦种的灾巢 刘京城竟然能抵挡下来 看来刘京城的底蕴和力量 还要在他想象之上 走进城墙后 是长长的涌道 整个城墙的涌道 长达四五十米 这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城墙的厚度 就这种厚度 恐怖种拿这堵城墙 真的没辙 三人进城后 便收起了狱虫 走了一会儿 才走出涌道 而十多只雪晶 依然还处于昏迷中 被周和用金线牵住 以精神立场托举 漂浮在身后 玉玲红一边为周和 介绍着这段时间 刘京城和亚山半岛局势的变化 一边含笑打量了 这群雪晶一眼道 考虑一下 这些雪晶当作委托 交易给我们刘京玉师协会 也不满你 最近形势紧张 冰心雪华作为战略物资 价格自然大涨 雪晶的收购价 也是一涨再涨 我可是亲自为你担保路程 你可不能不卖给我们 刘京玉师协会 周和无奈地 看着面前的老熟人玉玲红道 本来我还打算考虑下 铁火工业城 不过 你玉礼士都这么说了 就卖给你吧 文言 玉玲红面若冰霜的脸庞上 顿时浮现出一抹笑意 大力拍了拍周和的肩头 当然得卖给我了 我们可是曾并肩 作战过的老熟人了 放心 我绝对按照当前市面上的 最高收购价给你 只会比铁火工业城的 收购价高 说完还感叹一句 也就是你了 别人想弄到雪晶 绝对是件难事 周和呵呵笑道 千锋零雪晶多的是 你们可以去试试 玉玲红连连摇头 算了吧 那地方可不是人去的 三人走出涌道后 一辆黑色的家常版轿车 早已经等候在涌道外 看到玉玲红走出来 轿车上立马下来一个 身穿正装燕尾服 带着白色手套司机模样的中年人 对玉玲红走来 微微屈身恭敬道 李氏大人 并恭敬打开车门 周和你是先落脚 还是先去御师协会 完成捕获雪晶的委托 直接去御师协会吧 那就上车吧 玉玲红邀请道 车辆很快朝远处行驶 整个流津城中 道路四通八达 在黑灯集聚地内 属于被禁用使用的燃油车 在流津城 几乎随处可见 因为黑灯保储量稀少 属于战略物资的燃料 在外界十分常见 储量和产量同样惊人 另外 流津城内是禁止随意召唤 危险程度较高 或大型育宠的 禁止召唤的范围 便是成熟期高级危险种 以上层次的种族 亦或体长超过五米的大型育宠 显然 无论是周和 玉玲红 还是苏环 育宠几乎都已经属于 禁止随意召唤的范畴 按照规定 他们只能乘坐汽车赶路 无法乘骑育宠 除此之外 任何狱宠还被禁止 随意在车道上奔驰 因为哪怕是一头成熟期的 终极危险种 对普通民用车辆的威胁也不小 一旦发生碰撞 狱宠可能没事 但汽车绝对是车毁人亡 这才导致整个刘京城 几乎看不到 御师乘骑狱宠 坐骑在街道上飞奔的场景 反而是各种燃油车辆极多 坐在家常轿车的后排 苏环目不转睛地 打量着沿途的景象 不得不说 刘京城不愧为超大型聚集地 而且是人口近百万 在超大型聚集地中 也属于繁华行列的存在 街上人潮如知 车水马龙 街道两旁的各类商店铺面 零次至比 数不胜数 在黑灯堡完全看不到的 数十上百米高的高楼大厦 也是随处可见 苏环看得嘖嘖称奇 而十几只雪晶 则在老师周和精神力的托举下 悬浮在家常轿车的上空 随着轿车行驶在马路上 马路上的车辆 都不断远远避让着 这辆悬挂着 御师协会专属车牌的汽车 生怕那些悬浮在车辆上的危险生物 突然对自己发动攻击 过了二三十分钟 黑色家常轿车 才在一栋建筑前缓缓停下 这是一栋只有二十层楼 但却足有两三百米的大厦 几个闪烁着荧光数百米外 也能看清的气派大字 悬挂在大厦顶端 刘京城御师协会总会 到了 御灵红开口道 而那名司机已经先众人一步下车 为三人拉开了车门 周和师徒跟着御灵红 走进了堪称刘京城 地标建筑的雄伟大厦中 刚走进一楼大厅 苏桓心头就有些震惊 一楼大厅足足有近二十米高 像是一座雄伟的殿堂般 大厅占地极广 大门距离大厅中央的服务台 足足接近一百米远 而在服务台上空 则有着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 电子屏上不断滚动着一条条讯息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委托 有协会发布的 也有协会成员私人发布的委托 而最重要的委托 则被悬挂在电子屏最醒目的位置 而在这个位置 捕获血精的委托赫然就在齐列 御灵红走进大厅后 不断有人朝他攻身打招呼 御理事 理事 理事回来了 不绝于耳 而御灵红都只是微微点头 依然面无表情 走进御师协会大厅后 御灵红忽然对周和道 既然你回来了 就先去见见理事长吧 按照会长 理事长的猜测 这次灾潮恐怕还远远没有彻底结束 每一位职业及御师都是宝贵的站立 所以 任何进入刘京城的外来再测职业及御师 都会对其发布暂时委托 放心 不是强制委托 你可以酌情选择接受与否 周和微微点头 只要不是强制委托 见一见不仅位高权重 而且还是大师及御师的理事长 混个脸熟 也没什么不愿意的 很快 苏桓便跟着老师和御林红 在御师协会大厦顶楼二十层一间大的惊人的办公室内 见到了御师协会的高层 理事长李行风 御林红并未敲门 带着两人直接推开门走进了办公室 理事长 一个上了年纪 头发斑白但精神绝朔 正在娇花的白发老人转过身 含笑看着御林红道 小红 回来了呀 看着御林红身后走进房间的周和 他眼中露出一抹诧异 语气不言压抑道 周和 你竟然来了 李事长 好久不见 您依然老当义壮啊 头发打理得很整齐 身穿西装的白发老人 笑呵呵道 还是周和你会说话 比小红这不尊敬老年人的丫头强多了 你身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是 周和介绍道 李事长 是我的弟子 李事长好 苏桓也问候道 嗯 很好 是个尊敬老人的好孩子 应该是小红那丫头 按照我的吩咐 将你带过来的吧 最近数百年都没出现过的灾潮突然出现 后续还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御师协会 也激压着很多军方的战事委托 协会那些理论派的家伙 见识了灾潮的凶险后 更是都想着归缩在聚集地里 对一份份战事委托视而不见 毫无一名真正御师的战斗意志 老人的语气中 明显透露出 对那些理论派的家伙的不满和不屑之情 论战斗意志之强周和你 绝对是最出类把萃的 李事长欣赏地看着周和道 六赞了 李事长 周和谦逊道 他可不会因为对方几句话 就真的接下对方积攒的战事委托 李事长笑着拿出一本小册子 递给周和道 所有外来的职业及御师 我都会为其提供这样一份 记载着战事委托的名单 这些委托的奖励都很高 你可以先看看 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接下几件 周和接过小册子 随手翻了翻 上面的委托内容和奖励 却让他瞪大眼了双眼 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周和不确定是地问道 李事长 五百点协会积分奖励 没错 李事长笑着点头 周和不无感叹道 这奖励的强度 比两年前大了三倍不止 其实协会的奖励 并没有多少提升 是执政会和军方 加大了对战事委托的奖励 你再往后面看看 奖励说不定会让你意外 李事长朝周和眨了眨眼睛 解释道 周和了然地点了点头 继续往下翻阅 果然 无论是剿灭灾潮 残余的某只力量 剿灭盘踞在某某军事 驻地附近的危险种族群 还是为秘密实验室 猎杀特定的恐怖种个体 异货狩猎 用来合成特殊高强度合金的 恐怖生物材料 都带着浓浓的军方色彩 加上最近的局势 有这种程度的奖励 也不算奇怪 毕竟这些委托 都是针对职业级以上的预示 职业级以下断无完成的可能 各种各样的委托 总共有上百件 每一页都记载了 一整个委托的具体情况 包括地址 目标危险生物种类 族群数量等等方面 都有详细记载 让预示能对委托 有更直观的影响 足足记载了上百页 委托不光包括协会积分奖励 还有材料 资源 幼宠 奇物方面的奖励 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 当翻阅到小半后 一页委托的内容 让周和眼神一宁 苏环见状 也不动声色地凑过去一看 同样瞪大了眼睛 心中讶异 委托倒是没什么稀奇的 任务内容时 一股溃散的灾潮 这股灾潮在灾潮主力 被刘金城击溃后 溃逃到了刘金城 北面的青魂山中 这股灾潮的力量不弱 哪怕在溃逃中 被刘金城军方御师追击 又消灭了一半 但依然有恐怖种十多头 其中包括超级恐怖种一头 三头顶级恐怖种 以及多达十头的各级恐怖种 只是奖励 却让苏环怦然心动 除开奖励的三万五千积分外 还奖励两样材料 其中一样 赫然是冰金龙师 蜕变化龙为 冰镇龙师所需的主要材料 噩梦中冰脑膜的大脑组织 周和看着这样难度系数 不算太高的任务 陷入了沉吟中 就在苏环以为 老师会接下这项任务时 周和竟然合拢了书策 对着李市长道 李市长 这些委托容我再考虑考虑 还是先交掉我 补获雪晶的委托吧 雪晶 李市长眼前一亮 玉玲红在一旁插嘴道 没错 就是雪晶 这个委托 一直都是我老师负责发布的 当李市长看到那一二十只雪晶 特别是还有两只大雪晶后 眼中越发神采异议 他看着周和赞赏道 周和你可真是急事语 摆了摆手道 小红 快带周和去结算委托奖励 按最高标准结算 很快 周和便带着苏环 走出了御师协会总会大厦 那一路上带着的十九只雪晶 全都换给了御师协会 走进御师协会时 周和的名下协会积分 早已经在两年前离开时 被他兑换一空 彻底清零 而现在 他却怀揣巨负 两年前雪晶的委托奖励 仅仅8000协会积分 而现在 翻了五倍 如果说两年前一头雪晶的价值 相当于一头稀有的顶级危险种幼崽 那现在就屁没五头 一头雪晶奖励4万协会积分 比剿灭青魂山小谷 溃散灾潮奖励的积分 还高了5000 只是除开积分奖励外 没有额外的物品奖励 不过积分已经算是 协会最有价值的奖励之一 17头雪晶 就是68万协会积分 而大雪晶的奖励 是雪晶的10倍 两头大雪晶 就是80万协会积分 这一群不辞辛苦 带着走了一路的雪晶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148万协会积分 按周和对苏桓的说法 要是知道 现在捕获雪晶的 委托奖励这么高 当初足以冒险再捕获一些 积分怎么都不够花啊 而当他们离开时 尽管雪晶已经消失 但除了名下的上百万协会积分外 苏桓手中 还多了两个特殊金属材质的箱子 正式完成委托 得到奖励后 周和从御师协会中兑换的材料 一头顶级恐怖种 风雷巨鹰龙 留下的风雷两系龙翼血统结晶 以及风雷巨鹰龙的净化种族 低级噩梦种 风雷鹰龙领主的龙血精华5000毫升 龙蛇系的画龙材料 再次凑齐了两样 至此 龙蛇系的画龙材料 仅差一块颇为稀罕 连御师协会 暂时也没有存货的响雷石 单单一颗血统结晶 就耗费了五万积分 比一头成年的风雷巨鹰龙 价值高了近十倍 因为风雷巨鹰龙常见 但风雷巨鹰龙死后 孕育而成的血统结晶 却极为罕见 而那份5000毫升的 噩梦种层次的龙重龙血精华 也花费了三万积分 这一下就去了八万协会积分 苏桓手中 拎着分别装着血统结晶 和龙血精华 一大一小的两个箱子 有些感激 又有些歉意地看着老师 在流金成御师协会的 材料兑换名单上 除开这两样材料外 其实也有冰金龙狮 和月魔熊 蜕变画龙所需的材料 但老师却选择 先用宝贵的协会积分 为自己兑换龙蛇系的 画龙材料 尽管老师手中 还手握大量积分没有用掉 但苏桓依然心怀感激 周和自然猜出了苏桓的心思 看着自己弟子 闷闷不乐的表情 故作不满地道 不是只差一样材料 你的龙蛇系就能蜕变了吗 怎么还一副不满足的表情 老师 你哪里看出 我这是不满足了 我是不好意思啊 你自己可连一件材料都没画 苏桓面露无奈 强行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周和蒲扇大的巴掌 拍在苏桓肩头 将周和拍了一个亮枪 大大咧咧道 徒儿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要是你的龙蛇系 真的能蜕变 为师才能完全确认 你所说的那个事情 不然花更大的代价 兑换来材料 最后却没有用处 那不是白搭吗 苏桓有些无奈 老师你这说法 有些牵强了 周和不满道 少叽叽歪歪了 赶紧加快脚步跟上 老师带你去临时弱脚点 老师 刚刚遇前辈 说派车送我们你 为什么要拒绝啊 苏桓不解问道 少废话 老师我带你靠脚赶路 领略一番刘京城的风情 有什么不好 周和一本正经 切 老师我看你是不好意思 我看你每次和御前辈说话 都有些过于一本正经 御前辈和老师你说话神态 也跟和别人说话时 面若冰霜的样子 大不相同 你们 啪 啊 老师你怎么又拍我 少废话 再废话 老师让你尝尝巴掌弟子 出校图 老师 把铁掌放下 能不能安静赶路 原本老师说 临时落脚点 苏桓以为是诸如旅店 酒店之类的地方 但当真正到了 苏桓才知道 显然是自己料错了 那是一座距离御师协会不算远 位于流金城市中心 闹市区的庄园样式的别墅 庄园别墅独自坐落在闹市中 四周被白色的围墙围起来 占地超过六千平米 光是这占地面积 在周围的民用建筑中 就堪称鹤里鸡群 怎么样 徒儿 为师这落脚点 还凑合吧 周和看着苏桓一副没见识的模样 眼角带着促侠的笑意看着他 老师 你这落脚点也是没谁了 苏桓有些无语 周和悠然自得道 那是 这地方可是为师三十年前 初出茅庐时 在流金城闯新号新号 就置办下的产业 当初这还是一处荒山 刚刚被规划 用来建立商贸区 为师几乎耗尽了几年 闯新号新号积攒下的所有财富 买下了这块地 后来修建起这处落脚点 现在 为师这地方 价值翻了百倍不止 周和眯着眼看着自己弟子 那表情分明是期待看到 苏桓露出崇拜的表情 苏桓为了满足 自己这位老师的恶趣味 只得故作崇拜道 老师你太有远见着实了 周和背着手 眯眼笑着 十分满意 嘀嘟 嘀嘟 周和按响了别墅大门的门铃 而身后路过的行人 则面带好奇地看着 正按响这座颇具 传奇色彩的别墅门铃的 周和师徒两人 这处别墅 几乎成为周围街区的一个传说 巨大的别墅庄园里 除开一个像是 看守别墅的管家模样的老仆 居住在里面外 主人却常年不在 这让周围的居民 对这处占地面积 极为夸张的 庄园别墅的主人的身份 猜测纷纷 有人说是刘京城 某位大人物 有人说是来自 别的城市的顶级权贵 甚至有人传言说 是来自聚集地 文明之上的那些 文明的掌权者 反正各种传闻 五花八门 只是很少有人亲眼 见过庄园别墅的 主人长什么样 在路过的行人 驻足围观 而且围观人群 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下 别墅哥特市风格的 白色铁门 缓缓打开 一名身穿黑色燕尾服 尽管头发花白 却打理得一丝不苟 看起来至少有六七十岁 但依然身材挺拔 精神抖擞 剑步如飞的老人 快步朝大门外走来 在驻足围观人群 惊讶的表情中 老人朝周和微微躬身 神情中带着一丝激动道 老爷 您终于回来了 就在周围人群 想要凑近 甚至想拿出便携式通讯器 拍摄下 庄园别墅主人的 具体图像时 周和带着苏桓 快步走进了别墅大门内 缓缓关上的大门 也关上了这些人 无聊的企图 老爷 这位是 老人面带笑容地问道 这是我新收的弟子 苏桓 苏桓 这是为师的追随者正理 你可以叫他李伯 周和介绍道 李伯好 苏桓客气地打着招呼 好好 老人和蔼地看着苏桓笑道 最近进城 可是要本土御师担保的 我当初的通讯器 在一种特殊磁场环境中 意外损毁了 所以来不及提前通知你 本来是 准备让人通知你的 不过恰好遇到玉林红了 哦 那可真是巧了 正理笑道 而苏桓看向老人的眼神 则更显尊敬 按照那位城门首位的御师的说法 外来御师想要进城 必须要刘京城居民管理局 签发的身份证明 亦获本土职业及御师提供担保 而李伯既然这么说 那代表他就有担保资格 要么是这位老人 在刘京城全是惊人 但这种可能性很低 要么 这位老人本身就是 刘京城本土的职业及御师 苏桓更趋向于后者的可能性 这位丝毫感受不到 精神波动的老人 十有八九 也是一位职业及御师 对了 前段时间的灾潮 刘京城有征兆你吗 一边沿着种满花草树木的 幽静小道 朝庄园中央那座别墅走去 周和一边问道 郑里回答道 当然了 老爷 不仅刘京城的本土职业及御师被征兆 就连驻留在刘京城的外来职业及御师 同样也被强行征兆了 不过因为老爷您的关系 我并没有被安排在 抗击灾潮主力的危险位置 更多是做些治愈御宠的后勤保障工作 还算安全 那就好 幸亏当初让你伪装成主治愈型 不擅长战斗的御师 周和不无感慨道 是啊 这次灾潮中 刘京城就连职业及御师 也死掉了接近十位 实在是一场惊人的大战 两人聊着 苏桓跟在后边听着 很快便走到了那栋别墅前 别墅前有着一大片池水清澈的无边游泳池 别墅足有五层 每层高四五米 同样按照哥特式风格修建 整体白色 入户大厅简单铺设着白色的大理石 吊顶雕刻着不算复杂的花纹 整体看起来不算富丽堂皇 但简约中透露着低调的奢华 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带 在这样一大片私人庄园内 哪怕修建一处茅屋 恐怕也称得上是简约美 低调奢华 来到别墅后 已经是傍晚时分 天色见黑 郑里很快让育虫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为周和苏桓接风洗尘 晚餐过后 郑里队已经吃饱放下碗筷的苏桓道 苏桓 我先带你去挑选房间吧 去吧 周和端起一杯红酒 抿了一口 也看着苏桓道 苏桓点了点头 跟在郑里身后 沿着悬梯朝二楼走去 一边走 郑里一边介绍道 苏桓 除开你之外的 老爷的八位弟子 都在别墅拥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你需要选他们相邻的吗 苏桓想了想 点了点头 就选和他们临近的吧 今后如同和师兄师姐 一起来到刘京城落脚 住在一块 也便于交流 毕竟这处别墅 同样大的惊人 不仅房间多得吓人 而且每个房间都有主卧 自带浴缸的盥洗室 书房 会客厅 储物间 以及苏桓根本用不上的衣帽间 苏桓的衣服 早已经固定成了 在黑灯聚集地 让研究所 用龙皮制作而成的 那三套作战服 别墅总共五层楼 除开一楼和老师住的顶楼外 其余三楼 每层楼都有八九间 这种配置房间 挑选了三楼的一间房间后 躺在软软的床垫上 看着四米多高的天花板 苏桓感慨道 真是奢侈啊 他挑选了三楼 靠近悬梯的最后一间房 整个三楼总共有九间房 其余八间 都已经被他的师兄师姐们挑选 他也就没得选了 不过苏桓并不挑帖 这间朝向不太好的房间 他倒是觉得不错 而在他旁边的房间 恰好属于两年前 被老师带着 来到外界历练的八师姐白素素 休息了一小会儿 感受了一下舒软的大床后 苏桓便强行翻身爬起来 他将这段时间 所收集到的所有龙蛇西 蜕变材料 一一全都取了出来 一样样放在会客厅的茶几上 片刻后 保险杠中 保险杠的密码 还是初始未设置状态 苏桓再次之前 很快便设置了 简单的八位数的密码 是姐姐家自己的生日 而留下的两样材料 分别是龙血精华 和风雷精脆 就差主要的最后一样材料 是时候配置前药 让龙蛇西服下了 苏桓看着面前的两样材料 喃喃自语道 恐怖种的化龙途径 和危险种 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便是 绝大多数的恐怖种 以后的化龙途径 都不在简单地势 凑齐材料后 将材料一股脑服用消化 再完成化龙意识 就算完成途径 而是要按照特定流程方式 处理好材料 配置成蜕变密钥 让育宠服用 目的是为了更好的 融合不同材料的特性 大幅度增加药效 提升育宠化龙的成功率 如果不配置成蜕变密钥 依然像龙蛇西 和寻宝兽化龙一样 让育宠 直接通过服食材料化龙 并服以化龙意识 同样有成功的可能 只不过成功率低的吓人 而蜕变密钥 又分为主药和前药 在服用主药前 必须先服用下前药 并完全消化 以提升服用主药 后化龙过程的成功率 配置主药 通常需要用到 蜕变途径的主材料 而配置前药 则用辅助材料即可 至于龙蛇西 蜕变化龙风雷龙蛇的密钥 前药的配置材料 只有两种 2000毫升龙血精华 和风雷精脆 这两种材料已经凑齐 不过考虑到服用前药后 必须要在前药被消化后 体内残余的药效 完全消失前的 这一段时间内服用主药 否则将需要重新服侍前药 所以苏桓一直等到了刘金城 再次收获两种主材料 看到了即将凑齐 所有主药材料的希望后 这才准备着手配置前药 而龙蛇西前药的药效 持续的时间长达半年 苏桓考虑到 潮灾即将在四个月后 就将席卷而来 他和老师最多在外界 逗留三个月 必须返回灰野荒原 以应对聚集地 接下来面对的危机 如果在这三个月内 龙蛇西都无法凑齐 最后一样材料 完成蜕变仪式化龙 那就根本不需要操心 半年后前药药效消失 需要重新服用的问题了 这才选择 现在就配置前药 尽管前药的配置 只有两种材料 但处理材料 却也要合适的各类器具 不说别的 就是风雷精脆 普通的玻璃器皿 几乎一碰 就会被风雷精脆的能量破碎 苏桓可没有老是那种 拥有固定空间的奇物 能将他实验室的特殊器皿 随身带着 只能找到李博 得知苏桓的来意后 正理颇为诧异 但还是将苏桓 带到了别墅的地下室 一个拥有各种试验器皿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实验室 出现在他眼前 试验台用的 都是特殊抗腐蚀 和精打造而成 价值不菲 苏桓颇为诧异 这个实验室的规格 比他自己的那个小实验室 超出了不知道多少级别 原本他并没有询问 李博别墅有没有实验室 毕竟在苏桓看来 作为别墅的主人老师 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他只是询问 哪里能买到合适的试验器具 准备在自己大的惊人的房间 布置一个简陋的实验室 用来配置前药 没想到 别墅竟然就有这样一个 堪称完美的实验室 这是你的六师兄 曾经留下的实验室 他当初在刘京城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并不止出了这间实验室 李博的表情 在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惋惜 似乎和那位六师兄感情不浅 能满足你的需求吗 李博问道 满足 简直是完美 周和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博露出一抹笑容道 那我就先去忙了 这是实验室的钥匙 以后这间实验室 就交给苏桓你了 谢谢了 李博 苏桓道谢道 就在苏桓正在实验室中 热火朝天的处理材料 准备配置前钥匙 郑李正恭敬地站在周和身旁 汇报着 老爷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曾经的实验室交给苏桓了 周和微微汗手 看着落地窗外的天空 神情同样有效淡淡的伤感道 嗯 这也算物尽其用了 我收苏桓为徒时 他的表现尽管算是惊艳 但我却对他缺乏最简单的了解 甚至对其表现出的异样天赋有所怀疑 但依然还是决定收器为弟子 你知道为何吗 郑李摇了摇头 周和感慨道 因为那时看到他 就让我想起了曾情 他们同样都是的天赋异禀 也同样的勤奋刻苦 很像年少时的我 郑李也赞同点头道 是啊 老爷您年轻时 独自来刘京城闯新号新号 凭借一己之力 可是在这座城里 闯出了偌大的名头 曾情确实很宁很像 当初同样也是在刘京城的 同龄遇事中 几乎无出其有者 可惜天度英才啊 只是不知道 这苏桓能达到曾情的那种高度吗 周和微微叹了一口气 眼中充满了期望道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有时都怕我护士不住啊 郑李文言 面露惊骇 作为老爷实力最强 同时也是最早的追随者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老爷的具体实力 老爷虽非大师级御师 但凭借突破种族质故的第一 第二主力两大御宠 整体实力却胜似寻常大师级 就连当初曾情意外遇难 也是由于老爷恰巧返回灰野荒原 如果当初老爷在刘京城 必定能及时救下曾情 这也是让老爷和自己 一直毁汗的事情 可面对这位新收的小徒弟 竟然让其生出护士不住的念头 这简直让人心惊 而此时 苏桓已经将风雷灵粹 和2000毫升的龙血精华处理完毕 蕴含一定危险性的风系力量 与雷系力量的风雷精粹 此时已经被消除了危险性 被碾碎成一堆青蓝胶杂的细碎颗粒 幸亏六师兄留下的实验室内 有刚流离制成的高强度碾磨器皿 不然 他还真拿着对能激发微型风刃 和闪电的风雷精粹没辙 而龙血精华 因为已经是被提纯好的 所以苏桓无需再次提纯 隆重的龙血 具备极强的活性 哪怕被提纯过 此时依然散发着强大的威压 要不是苏桓时时刻刻 用精神屏障笼罩着龙血 将其中的威压固定在一定区域 任由龙威威压弥散 他此时恐怕早已经头痛欲裂了 将龙血精华导入 盛放风雷精粹的器皿中混合 拿出一根搅拌棍不断搅拌 二者就像产生了化学反应一般 原本犹如沙利般坚硬的 颗粒状的风雷精粹 竟然一颗颗溶解在 极为粘稠的龙血精华中 很快 风雷精粹完全溶解 而龙血也由暗红色 变成了暗蓝色 同时 龙血精华像是被主熟般 不断发出咕咚咕咚声响 并冒着战青色的泡泡 泡泡一个个破碎 而平底不断冒出新的泡泡 在这些泡沫中 似乎隐约可见细微的闪电闪烁 微小的旋风在旋转的奇异场景 蜕边妙前妖 成了 苏桓长松了一口气 配置完成后 苏桓赶紧跑出实验室 朝别墅外跑去 前妖配置完成后 必须要尽快服用 拖延的时间越久 药效流逝的越多 最好是当场配置 当场服用 不过实验室 显然容不下龙蛇溪这头 已经超过八米长的庞然大物 就在苏桓急急忙忙地跑出别墅时 坐在五楼落地窗前 和正里谈话的周和 余光不由瞥见了他 看到自己的弟子 拿着一个装着 星号星号的实验玻璃瓶 火急火燎地跑出别墅 他面露好奇 停下了交谈 将目光投向斜下方的苏桓 以周和常年累月 在心灵修行中 增强的身体综合素质 哪怕从十几米二十米的高处 看向平地的场景 几乎和普通人 看一两米外的场景一样 一清二楚 只见苏桓跑出别墅后 在别墅前 无边涌池旁的宽阔空地上 召唤出了龙蛇溪 龙蛇溪如今已经越发巨大 身长接近九米 快三米高的体型 站在苏桓面前 让苏桓就像站在一辆 重卡旁一样娇小 不过在被召唤出后 龙蛇溪十分顺服地 低下墨盘大的脑袋 轻密地蹭了蹭苏桓的脸颊 苏桓还有正事 没空和他腻挽 直接推开龙蛇溪的大脑袋 将玻璃瓶里的钱药 往龙蛇溪嘴里灌 龙蛇溪看主人灌得费劲 直接用舌头卷住瓶子 将瓶子整个含在嘴里 咔嚓 整个瓶子都被龙蛇溪咬碎 和瓶中的星号星号 一块吞入腹中 苏桓神情有些无语 嘴上却感叹道 这下倒好 钱药一滴都不会浪费了 而吃下钱药的龙蛇溪 前一刻似乎还没什么异样症状 但下一刻忽然要笑上头 湛青色的风雷两系混合能量 此时正在龙蛇溪的体内肆虐 让龙蛇溪本就有人脸大的眼睛 忽然瞪得接近脸盆大 随着能量在体内横冲直撞 让深褐色的龙蛇溪 体表的带着一些银灰色的鳞片 都被染上了一层湛青色 细微的闪电和旋风 在龙蛇溪的鳞甲上跳远 让此刻的龙蛇溪看起来颇为神异 五楼窗前 正里面露震惊道 老爷 那是什么东西 怎么能让这头龙蛇溪 产生这么强的风雷能量反应 按理说 龙蛇溪不可能掌握风雷能量啊 周和其实心头也十分震惊 但却故作镇定 一副一切尽在掌控的神情道 看着吧 而让他们更震惊的一幕随后出现 就连周和也无法抑制住心头的震惊 将震撼表露在脸上 也让正里一眼 就看出了自己这位老爷 估计也不清楚事情的真相 只见 龙蛇溪浑身闪烁着 战青色能量光芒后 没过多久 光芒就缓缓消失 但哪怕战青色光芒消失 龙蛇溪身上的深棕色鳞片 也依然像是 被镀上了一层战青色的光膜般一样 颜色大变 整个龙蛇溪此时看起来 就像是一头 以战青色为表面色 深棕色为底色的巨兽 和寻常龙蛇溪相比 已经是模样大变 而让正里和周和面露震惊的 自然不是龙蛇溪变了模样 这种仅仅是让玉宠 体表颜色发生变化的方法 哪怕是他们都能做到 真正让他们神情大变的是 龙蛇溪竟然在一阵旋风的托举下 缓缓飘浮在了半空 一头近二十吨重的庞然大雾 飘浮在空中 哪怕离地不超过一米 也足够惊人 这还不算完 当空地上一片 被托举龙蛇溪的旋风卷起的草叶 随风飘星号星号到龙蛇溪身旁时 草叶接触到龙蛇溪片的刹那 喀啦啦一声响动 一道白色的闪电一闪而过 而那片苍翠的草叶 在瞬间被闪电电成了焦黑色 并燃烧起来 一阵微风吹过 便化作碎渣 消散了空中 五楼落地窗前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周和和郑里两人 陷入了两久的沉默 半想过后 苏桓再初步测试了龙蛇溪服用前药后的变化 以及新掌握的风 雷两系能量 已经收回了龙蛇溪 返回了别墅后 周和才悠悠开口道 那是雷电系的能力电机 郑里肯定的点头 没错老爷 如果我还没有老眼昏花的话 那确实是电机能计 郑里感叹道 老爷你新收的徒弟真是了不得 竟然能让龙蛇溪这种 和风系雷系完全没关联 几乎不可能掌握风系 和雷系能计的种族 掌握电机能计 和一种疑似风系的能计 周和收回了目光 四在沉思 苏桓已经回到了房间 他还不知道 刚刚龙蛇溪的变化 已经惊动了老师和李博 龙蛇溪在服下前药后 和龙点记载中一样 药性在强化身体内的血脉的同时 还会让育宠的血脉 或多或少 蕴含了一些风系和雷系的因子 不过稍微和记载有点出入的是 自己的龙蛇溪蕴含的这种因子 似乎有些过剩 不光初步掌握了 风系和雷电系能量的运用 而且还随着血脉的强化 觉醒了两种 分别涉及两系能量的能计 分别是风系能计的风缓 和雷电系能计电机 风缓 让龙蛇溪拥有了控制风的能力 不过风缓并非攻击能计 而是控制风来进行防御 以及让自身变得清零的能计 龙蛇溪目前能通过风缓能计 让自己摆脱重力 离地一两米漂浮在空中 亦或减轻自身的体重 加快自己的速度和灵巧性 如果能将风缓开化一两级 再将风缓的开化能力 和恶习能计的开化能力相结合 龙蛇溪的速度无疑将大增 而电机能计 目前则让龙蛇溪 能在体表催生出闪电 在龙蛇溪遭受异物靠近 或敌人攻击时 就会激发闪电护身 尽管目前龙蛇溪闪电的威力 最多也就是电胶树叶的程度 恐怕连雷电系的低级危险种 都还远远不如 不过这也代表着 原本几乎不可能掌握的 雷电系能计的龙蛇溪 真正掌握了雷电这种能量 以及相应的能量计 这绝对是一种质变 尽管只是质变的开始 尚未形成实力的提升 但无疑代表着无限的可能 此时已经入夜 苏桓开始放空身心 从行李中掏出一瓶 用掉大半的患魔药 开始日常的修行 一日清晨 苏桓起了个大早 开始在别墅外的空地上 训练龙蛇溪和金炎作龙 金炎作龙这些天 同样享受了龙蛇溪当初的待遇 获得了西能术 接触的铁髓果的防御增强 此时金炎作龙的防御力 已经媲美 以防御剑长的成熟期特级危险种 足以担当一位高端御师 御宠阵容的防御型御宠 不过教之同样得到了 铁髓果增强的龙蛇溪的防御 依然相差不少 不过 考虑到金炎作龙 此时才成长中期 这种防御力已经堪称可怕 苏桓预测 一旦金炎作龙达到成长后期 防御力就能接近龙蛇溪 一旦步入成长末期 甚至能一跃超过龙蛇溪 正式成为他麾下御宠阵容的防御主力 在苏桓训练金炎作龙的同时 龙蛇溪也在一旁 锻炼自己刚刚掌握的风环 奠基两种能计 较之猛猛懂懂的金炎作龙 龙蛇溪在能计训练上 已经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只要苏桓提供训练方法和锻炼方向 龙蛇溪都能准确把握 自己进行锻炼 让苏桓能省心不少 没过多久 李博找到正在训练金炎作 龙炎化能计的苏桓 让他去吃早餐 而在餐厅饭桌上 苏桓却从老师口中 听到一个颇为让人意外的事情 老师 您让我这几天 就去刘金城御师协会 注册御师 苏桓带着一丝好奇 和一丝疑惑问道 尽管知道刘金城御师协会的 基本情况 也知道老师是一名 刘金城御师协会的 注册职业及御师 但苏桓还是有些不解 老师为什么会让自己 去刘金城御师协会 注册成为再次御师 据苏桓了解 要在御师协会完成注册 成为一名御师协会的正式御师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过程极为繁琐 哪怕最快 也要三四天时间 苏桓这次跟随老师来到外界 可是有重要事情的 老师应该也清楚这点才对 看出了苏桓的不解 周和点了点头解释道 是的 徒儿 我知道你觉得注册御师很浪费时间 不过这却是每一个初次 来到刘金城的御师 所必须做的 何回也荒原不同 在外界 任何御师 只要没有在任意一个 正式的地方协会 注册成为协会御师 御师身份 就不会被上传到 地区协会的中央数据库 那这名御师 就是不合法的非法御师身份 尽管协会对御师 不会过多干涉 限制 但是否在御师协会注册御师 却是区分御师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只有注册御师 才是唯一合法性的御师 而徒儿 你作为没有协会注册御师身份的 非法御师 是很容易遭遇麻烦的 在小地方 是否拥有注册御师身份 或许不重要 但在拥有正式御师协会的 刘京城这种城市 则十分重要 无论是在刘京城的大街上 就可能遇到的 刘京城至安景背对的稽查 还是出入刘京城的盘查 都是麻烦 一旦达到中断御徒层次的 外来御师 被盘查出非法御师身份 若一个月内 不完成协会御师注册 轻则被驱逐出城 重则被关进牢狱 知道了老师 我接下来几天 一定会先拿到 刘京城的注册御师身份 苏桓文言有些沮丧道 他实力早就超出中断御师范畴 属于一经发现 将限期被驱逐的行列 是不得不参加注册御师考核了 一想到接下来几天时间 竟然都要用来 通过注册御师的考核 他就有种在挥霍生命的感觉 看着苏桓垂头丧气的模样 周和哑然是笑道 你小子 刘京城和你一样的同龄人 可是都以通过御师协会 注册御师考核 成为一名注册御师为荣 换到你身上 怎么就心不甘情不愿的 成为刘京城注册御师 没那么惨 虽然徒儿你不是刘京城人 但一旦在刘京城 完成注册成为御师 依然会有些好处 这种好处 只针对在御师协会 初次完成注册的 新进注册御师 如果是在不同地区的 御师协会 第二次完成注册 则无效 苏桓面带 好奇问道 老师 什么好处 一只高级危险种幼宠 文言 苏桓有些失望 高级危险种幼宠 周和一看苏桓这表情 不由失效解释到 不是普通的高级危险种幼宠 而是刘京城各大御宠研究所 精心培育的特殊幼宠 苏桓依然兴致缺缺 不是他眼界高 实在是高级危险种 目前对他而言 实力提升太小 除非是像寻宝兽一样的罕见品种 当然 不仅仅只有高级危险种幼宠 也有特例 周和画风一转道 刘京城的本土御师 通常在培育出三头成熟期 或一头完全期的中级危险种 仅升为初段御图后 就会首次参加御师协会的 注册御师考核 以此积累经验 大都是在培育出成熟期高级危险种 接近中段御图时 正式通过考核 成为协会注册御师 并获得协会徽章 对实力接近中段御图的御师而言 研究所精心培育天赋 极佳的高级危险种幼宠 算是极为不错的好处 能极大提升他们的实力 但从外界而来 特别是小地方 牧民来到刘金城 首次通过注册考核的御师中 不乏驾驭特级危险种的高端御图 乃至顶尖御图存在 这部分御图 高级危险种幼宰 对他们的帮助和吸引力已经不大 但一般情况下 协会为其提供的 也只是高级危险种幼宠的奖励 不过 有极少数人 却能成为特例 如果你能以A家的评级 通过注册考核 将获得一支与御师协会 有合作关系的御师研究所培育的 符合御师当前心灵层次的优质幼宠 徒儿 你是高段御图 心灵修为处于高段 御图中后期 哪怕是普通高段御图 达到这种心灵修为 也能初步尝试 与合适的顶级危险种幼宰 建立心灵羁绊 试着培育自己的首支顶级危险种 若徒儿 你真能在注册御师考核中 获得A家评级 大概率能收获一只天赋极佳的顶级危险种幼宰 刘京成的御师研究所 精心培育的顶级危险种幼宰 通常天赋上加 价值不下于野生的普通超级危险种幼宰 周和最后评价道 苏环文言 心中微微一动 顶级危险种幼宰吗 苏环有了一丝兴趣 有治愈型幼宠吗 苏环略带期待地问道 治愈型的危险生物 在野外属于较为较为少见的种族 因为治愈型的危险生物 通常本身战斗力不高 本身独自在野外的生存能力不强 通常都是依附于极为强大的种族 作为这些强大种族的附庸存在 所以 哪怕被御师碰见 也难以收服 而且治愈型的危险生物 本身危险程度不高 对人类的敌意不大 对人类而言 算是比较好接触的种族类型 所以 野外早期常见的治愈型族群 几乎都被各大势力收服 收编 这也让野外更加难得一见 而黑灯聚集地 就收服了两只治愈型危险生物族群 不过都只是终极危险种 而且旧日龙点并没有相应的蜕变 画龙途径 所以 苏桓并没有选择 周和笑道 自然有 而且是治愈能力出类拔萃的顶级危险种 算是刘金城御师协会 专门培育的特有的危险生物族群 苏桓心头一喜 当即问道 老师 注册御师协会的主要考核内容是 治愈型的顶级危险种 已经让他心动 如果能碰上自己有蜕变途径的那几种 就更完美了 不过 苏桓只是了解到 注册御师考核的过程很繁琐 很耗费时间 不过对具体内容还不算很清楚 周和一看苏桓已经异动 嘴角带着笑容道 考核内容有三个 其一 鄙视 针对御师领域常见的知识进行的考试 其中大多数知识点和黑灯堡教授的大同小异 对徒儿你应该难度不大 其二 对战 通过鄙视者 与御师协会的考核御宠进行战斗 并由考官进行打分 最终分超过60 就算合格 其三 实战试炼 这也是注册御师考核中最难通过的 能通过前两关考核的御师 大概超过参加考核者的六成 但这六成中的五成 都将倒在实战试炼考核中 实战试炼考核 参加考核的考生 在御师协会考官的带领下 前往一些危险程度较低的险地进行试炼 完成试炼者将通过注册考核 成为御师协会注册御师 注册考核一年两届 分别在春秋两季 每一届的通过人数 大概是一成 早餐结束 离开饭桌后 苏桓便回到自己房间的书房中 准备备考注册御师考试 最近的一场春季御师注册考核 就在三天后 这三天苏桓打算将诸事暂时放下 好好准备下 尽管老师也说 注册御师考核第一关的笔试内容 和黑灯堡教授的知识大同小异 对自己难度不大 但通过考核是一回事 拿到A加评级又是另一回事 御师协会注册考核最后评级 一共有四级 由低到高 分别是代表不通过的D级 C级 合格通过考核的B级 UE通过的A级 以及完美通过的A加 想要拿到A加评级 满分400分的三项测试总分 最后得分必须在370分以上 而第一关和第二关总分都是100 第三关实战试炼的总评分则是200 苏桓自知自己的优势 是对战和实战试炼 而比试方面 自己从未接受过刘金城系统的学习 短短三天内 要大幅度提升 拿到高分甚至满分都不容易 因此 他只能靠第二和第三关拉分 填补上比试的扣分 将总分拉到370分以上 第一关比第二关的及格线要高10分 是70分及格 苏桓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拿个80分 后面两关拿290分 只允许出现10分的失误 回到书房后 苏桓拿出一个老师给的电子设备 开始复习 这是一个比巴掌大一些的便携式 移动通讯终端 简称移动通讯器 较之黑灯堡的大铺头通讯器 这种便携式通讯器 无疑要小巧很多 操作全靠一块触感屏幕 操作十分便捷 不过由于无处不在的地区 干扰磁场的存在 这种没有信号加强装置的 便携式移动通讯器 只能在流金城150公里范围内 正常使用 超出这个范围 通讯信号就会变得时段时序 直至完全消失 因为只有在流金城范围内 才有大型信号接收发射器 能够抵消磁场的干扰 而一旦离开这个区域 想要实现通讯 依然要使用那种和黑灯堡 类似的车在大铺头中 短距通讯器 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 能在流金城范围内使用 已经足够 尽管苏环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设备 不过上手很快 很快便掌握了窍门 对着叶金平几个滑动 就打开了通讯器里 老师已经提前 为他准备好的电子考试资料 近二十届预试注册考核 笔试真题 刘金城预试考核 笔试题解析 必考的1001个知识点 高分解题思路 苏环先点开了 上一届的预试注册考核 笔试真题卷 一道道做了起来 笔试考核只有一场 但却分为上下两套卷 预宠卷和预试卷 总考试时长是4个小时 从8点30一直考到中午12点30 每套卷总分各为50 一个小时不到 苏环就做完了第一套预宠卷 提交 这个分数算是和他预期的接近 毕竟预宠卷都是涉及危险生物 和预宠知识的考题 有不少外界特有的预宠 他闻所未闻 对这些提苏环直接掠过 而只要黑灯堡有记载的预宠知识 他几乎都拿了分 这也让他知道了 自己的知识点盲区 准备之后着重复习 随后他将预试卷也做了 预试卷的考察的知识点 就真正和灰野荒原大同小异了 都是涉及预试培育 训练预宠 以及预试修行的内容 尽管同样存在知识盲点 但苏环依然拿了42分 苏环书张了一下腰腿 笑了笑 裸考一共73分 还行吧 苏环将两份试卷的错题 以及蒙猜作对的题 全都用笔记本记录下来 以便之后着重复习 随后打开了那本 必考的1001个知识点 开始复习起 涉及预宠卷的知识点来 他打算这三天着重复习预宠卷 预试卷拿40分 他感觉以自己的知识储备 是有不小把握的 但要拿超过45分 短短三天的复习时间 哪怕全都放在 御师考点的复习 他也没有信心能做到 成为御师 进行心灵修行后 给人类带来的 综合身体素质上的提升 或许还不算太过明显 但对人类脑域开发 特别是神经反应 博文强制 记忆力方面的提升 是很显著的 否则御师在战斗中 反应力也跟不上 预宠的战斗速度 根本无法完成指挥 而以苏桓目前的 脑域开发程度 哪怕不能算过目不忘 但也是记忆力超群 数百个常见的 御宠卷考点 不过三四个小时 就被他记下来七七八八 再次做了一套 上上级的考题 得分37 提升了6分 还行 要知道 御宠卷总分 也不过50分 6分的提升 已经算是不小 苏桓手指滑动 打开了一套 电子复习资料 继续埋头苦干 不要钱的 顶级治愈行危险种 他拿定了 三天的时间稍纵即逝 除开日常的心灵修行 以及早晚固定 一个小时的御宠卫食 训练外 苏桓几乎将所有精力 时间都投入到备考上 苏桓不仅将往年考题 以及笔试模拟考题的得分 刷到了均分87分以上 而且大大充实了 对外界特有危险生物种族的了解 除此之外 苏桓还发现了通讯器的新用法 一个叫流金城区域通讯网络的 新事物 让他在复习备考之余 收获巨大 在这个叫做通讯网络的地方 苏桓真正对外界 有了一个整体化的了解和印象 不再是之前 从老师和李伯的直言片语中 了解到的支离破碎的印象 这个地方 大致是一个讯息交流的平台 有海量的免费知识分享 比起黑灯堡知识 获取渠道的评级 区域通讯网络上的知识 简直让苏桓如获之宝 对这些知识 苏桓来者不惧 他像一块干瘪的海绵般 疯狂地吸收海水 响雷妖赛 戏玉宠 阵线联盟 刘金城分盟 刘金城御师委托网 刘金城拍卖网 刘金城御师之家 是一个为刘金城御师 提供交流的地方 不过里面的活跃用户 大都是刘金城的新人御师 而刘金城御师论坛 和前者的作用相当 但活跃用户 大都是在向注册御师 发起冲击的资深御师 异货协会的注册御师 短短三天 苏桓就在两个网站 崭露头角 一个来自辉野的新人ID 通过几个浏览量 极高的知识分享类帖子 迅速掌握了大量积分 一跃成为两个网站的 高级用户 而那几个帖子 不过是苏桓将就日 龙点中记载的培育方法 截取了一些 无关痛痒的片段 意义不大的皮毛发上去 就引起了一众 小白老白的膜拜 至于苏桓 为什么要做这种好事 自然不是因为他改姓了 变得喜欢乐于助人 而是两大网站上 一些他很感兴趣的知识 必须要网站积分才能浏览 所以他才略失手段 赚了点积分 当周和师徒两人 从雪猎风离开时 星红恶狼背上